跟随高雄的呼吸 聆听港湾的声音 朝鲜希望的远航 朝阳大海的美丽 高雄光博电台 永远陪伴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每周五下午来自港口海洋的声音 嗨 听杜伦说什么 哈喽 又到了每周五的下午 我们一起在空中搭乘渡轮的时间 本周又来到了我们每个月一次的特别企划 城市共识馆 高雄说故事 对 本周是城市共识馆高雄说故事的时间 那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今天是中山大学USR计划的 专案经理湘芸 哈喽 湘芸 哈喽 大家好 然后再来呢 还有家福中心期经服务处的社工师孟周 大家好 嗨 孟周你好 今天是俊男美女 在录音 要来跟大家说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一个蛮有点严肃的话题 就是关于期经的海洋教育 但是在这之前呢 我们来讲点轻松的就是 听说这周八月五号下周 对 就是下周五楼 是 有一个很复古的活动 露天电影院 没错没错 说真的现在很少 我相信很多要在某一个年龄层以上的人 才有经历过露天电影院的时代 对 像我这个八十四年次了就没有经历过 不用特别强调 梦周你有经历过吗 有啊 你有经历过那个露天电影院 有 好 那你是报告班长时期吗 也没有啊 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啊 但是通常都是因为庙会啦 是 歌仔戏 哦 对对对 歌仔戏可能更多人有印象 是 是 那这一次的露天电影院搬到了 奇经的中周 有一个 这次要播什么影片 这次我们要播就是废弃之城 它是一个动画片 嗯 对 哦 所以比较适合小朋友 对 其实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观看 嗯哼哼哼 对 小朋友可能会蛮有兴趣的 因为他是动画 然后有点呃就是男主角跟他的朋友的冒险的故事 是 废弃之城 对 我们讨论过好几次关于奇经的海废的议题 那是因为这样子的议题 所以让你们想要找这个影片来启发大家吗 嗯 也可以这么说 对 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比较轻松入门的方式来认识环保的议题 嗯 对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动画片 然后它里面也是有 比如说就是用垃圾作为主角去描述这样 对 是 现在这个年代的露天电影院是一样要自己准备小板凳吗 哈哈 嗯 我们会帮大家准备 现在已经 还是有服务有提升 对 但是可能到时候会有垃圾车经过 哦 可是以前我们看电影也有啊 以前看电影看歌仔戏都蛮有 对 它就是一个很长迷的 梦中默默的点头 对 有时候看到一半你还是要起身去追垃圾车 大家以前在巷口的那个年代都都经历过 所以中间有垃圾车经过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很本土很很有这是什么接地气 对没错 嗯 那么这个电影这一场电影是为了什么样的活动来规划的呢 嗯 这个电影的话其实是在比尔店前面放映 然后我们在前面的时候 就是他旁边其实有一间很可爱 然后是在地人开的咖啡店 嗯 然后小小间的叫海岸线咖啡 然后我们会在那里做一个就是奇经国中海洋永续社团滔滔社的学生的作品展览 嗯 对然后输出成照片所以到时候就是如果民众来看影看电影前可以先去喝杯咖啡 然后看个展览这样子 哇这跟那个传统就是过去我们体验过的露听电影院不太一样 哈哈哈哈 多了再加多一点现代的东西 对对对还有咖啡的成分进来了 是 呃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 这个时间是8月5号的6点半开始 嗯 对 然后一直到大概电影放映结束可能9点这样 嗯嗯 好这是萤火虫电影院的一系列 他其实在很多城市不同场次播放 对对对 哦那高雄是其中一个场次 时间在8月5号的晚上 嗯 是好很期待也 我想很多爸爸妈妈也会带着小孩 然后跟他们回味说以前爸妈小时候就是经历过这个年代 对以前可能比较没有钱去电影院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是在庙口在巷口看这些电影 那刚刚香云有提到说这是一个奇经国中的滔滔社 白浪滔滔的滔滔吗 对 好海海味的社团 对他就是从海出发的社团 从海出发又奇经又是一个奇经国中一个学校里面从海出发的社团 是因为住在海边的学生们会比较有海洋知识吗 哦 呃就是因为不太有 所以我们才想说 也进到学校去创建一个社团 那当初其实就是因为 呃我们一直很想要进去国中有一个这样的社团 但是过去可能没有这样好的合作契机 是 所以然后学校的他们的安排 其实也都跟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跟学校有好好的一个计划这样 啊这一次刚好会 因为我们从那个110年开始 其实就是有一个学校计社区认养的计划投入在奇经国中里面 嗯嗯嗯嗯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有很多讨论的机会 嗯嗯 所以我们就是顺势 不然我们就干脆进到学校也弄一个社团 哇 对 弄一个社团不容易耶 是 但是当初会觉得说 没关系有中安大学这个好伙伴的支持 是 对对对对对 就一起玩这样 这些奇经的孩子们 嗯 以你们这样子接触下来 反而在奇经的孩子们 更缺乏海洋教育跟知识吗 就是他们对海的认识 以我的想象啦 我觉得住海边应该就要更认识海 或者是更知道这些跟海洋相关的知识 但是住奇经的孩子们反而不是这样 是 虽然海边就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 是 可是我们在服务这些奇经的家庭的时候 我们有发现我们在邀远他们参加活动什么的时候 其实只要是 阿公阿嬷过世 他们应该是阿公啦 是 阿公他们过世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出海捕鱼 出海捕鱼的风险 就没有回来 所以他们对海域其实的认知 其实就是一个危险的 是 就是危险的 嗯嗯嗯 所以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他们其实不太让孩子去接近海边 嗯嗯 然后去玩水 嗯 所以其实奇经的孩子他们如果真的很想玩水 大部分就是透过嗯 奇经果种旁边的一个游泳池去玩这样 反而在游泳 反而奇经的孩子在游泳池玩水 这个很特别耶 是 哦那 真的可能过去 因为我曾经访问过一些对象 然后我们有讨论过台湾的海境时代的那个时候 也曾经刚好是台湾的游业比较繁荣 因为游业很多家庭因为游业赚了钱的时候 反而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是因为捕鱼发生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就是爸爸出海去真的就没有回来 所以反而让他们对海是有一点畏惧 嗯 或者是抗拒 嗯 不想要走到海边去 那其实奇经 一直以来海岸线也算很长 对高雄 对高雄市来说 其实是条很长的海岸线 那相信会有 持续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对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让他们更不想去海边吗 其实就是有可能 因为就是长期没有接触 然后又有很多类似 比如说每年寒暑假 其实都还是会有人因为玩水 网生 所以这样的担心其实都没有免于在他们日常生活里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接触这些青少年的父母 他们其实就很少碰水 然后他们也把这个观念跟自己的孩子去互打这样 是 但这样的观念有在你们用这个社团走入校园以后 有慢慢的让他们比较愿意敞开新门来接受这片大海吗 不能说这么快 是 对我们现在是透过一些课程 但是可能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扭转 但是至少有让他们比较愿意接受这些知识 希望是一个开始 是是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好我们休息一下 跟随高雄的呼吸 聆听港湾的声音 朝向希望的远航 朝阳大海的美丽 高雄光过电台 永远陪伴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每周五下午来自港口海洋的声音 嗨 听杜伦说什么 哈喽 欢迎回来 今天要来带大家认识我们其今的海洋教育 住其今就真的会比较懂海吗 其实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好像不一定 那么我们刚刚滔滔社 有提到说滔滔社用很多的课程 让其今国中的孩子们 是有机会接触海跟认识海的 有哪一些课程啊 孟周耀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课程的部分主要是一些 一开始就是带他们 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居位会有重要的大性 让他们先从自己的心思去认识 他们在其今的位置 然后再带他们去认识其今的特有的鱼种 然后选出他们想要的鱼 然后我们透过一些手工艺的制作 比如说羊毛毡 让他们把真的鱼做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中央大学 他们持续在其今地方 去挖掘的一些在地的记忆 比如说大鱼鳍啊 然后再结合一些海费的课程 带他们做一些小物 然后把羊毛毡制作的鱼 然后大鱼鳍 跟像那时候是做那个什么刷子 海费刷子 就是把这样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 有创意的作品 然后让他们去 更认识在地的一些文化 然后一些环境的海洋知识 其实以那个海费的刷子 他用的是废弃的鱼网 这在骑津大街小巷 这就是垃圾 就是很常见 海边 就是在旁边的鱼港 都会看到一堆一堆的 对 但是可能没有你们的 这样发挥创意 大家不会想说 啊还可以做成刷子 然后可以让这些同学们去认识 很多他们可能过去的家庭 是靠于吃饭的 对那他们没有重视到 也没有认识到这个传统 所以你们用了很多的课程 来让他们认识到 刚刚讲到羊毛毡 所以是每一个同学就发一球毛 教他们做出 其今特有的鱼种吗 对 哇 那所以你们要事先先去调查 要备课吧 对 其今有哪些鱼种 要怎么样结合在地的这些东西 然后让同学们做出来 对就是 也没有说全部都是在地的啦 就是有 比较是南 有些是南部的 我们是希望可以一时节去 就是挑各个不同的鱼种这样子 对 但当然也有一些奇今 比较特别的就是乌鱼啊 或者是像刺尾青 然后那个YV啊这种 对 就是都有纳进去 是 你们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 更认识奇今 两位是奇今人吗 不是 都不是 哪里人 是高雄人吧 是 我们住高雄 是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要常常往返其今 对啊 哦 那 可是在这个往返其今 如果只是单纯的交通通勤 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 真的去认识到 其今在地的海洋生态 海岸生贸这些 你们应该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能够接触得到 特别幸运一点 对 是 那么这一些 刚刚讲到的鱼种 或者是像是废鱼网 这些同学们做的是开心的吗 嗯 我觉得蛮开心的 嗯 就是其实因为同学们平常上课 就是早上到下午都一直在听了嘛 对 然后到这个社团课 其实可以有一个自己动手 嗯 去做作品的机会 对他们来说就是 嗯 蛮有吸引力的 因为同学其实都蛮喜欢手作的 对 然后也比较不容易分心啦 对 国中 国中有这种社团活动 很幸福欸 我国中 我想一下好像没有 就是 一直在写考卷跟念书 跟考试 真的 对 这些 这跟奇经在地的家庭 或者是孩子的家庭背景组成 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跟高雄市区真的会有差别吗 应该是说奇经他们因为 渔村背景的关系 然后他们对于升学这件事情 在这些国中生的父母 可能就不是那么样的重视 或是在他们父母小时候 其实阿公阿妈也是 就是任由他们自己去发展的 所以当然也有成绩表现很好学生 但是普遍来讲 那样子的大环境下 其实就是他们普遍对 课业没有那么样的注重 那长久 过去长久以来 就是有发生 就是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孩子他们其实在学业自我的要求 还有家庭 来自于家庭的要求 就不是那么样的高 所以他们的 升学的部分 也没有那样的注重 是 嗯我相信 因为奇经可能 生活背景 生活习惯 就是地区性的关系 是 那你们接触下来 应该这么问好了 家福基金会对于 是本来就在于高雄很多的地方 都会有 针对每一个地方不同的特色 孩子们不同的性格 会规划这样子的活动吗 呃 家福 其实主要是因为家福基金会在 大概十年前 嗯 就开始看到 我们必须要走入社区这个问题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执行社区工作的计划 嗯 那呃 会跟学校 会跟学校有比较密切的合作 主要是 另外一个方案是叫做 那个学校继社区任养 嗯 对 那都是因为看到需求 是 因为社区工作 快十年 嗯 所以看到 其实必须要在 在 针对一些特殊的地区 比如说原住民乡 嗯 或是偏乡 嗯 去提供学校的一些支持 嗯 那因为在期经这部分是 我们都导主管看到 他期经确实是有一个特殊性在 是 他虽然不是原住民乡 不是偏乡 嗯 他属边垂地带 比较封闭一点 对 然后他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岛 但是确实他交通很不便 是 所以当初我们才会 十年前才会真的在期经设立服务处 嗯 然后提供 提供那个在地一些弱势家庭 比较可进性的服务 嗯 然后同时投入社区工作这样子 梦州一直以来都是服务期经这一区吗 呃 我在前面大概 我来期经差不多十年 哇 然后大概七年的时间 前面七年大概就是都是 服务期经 期经地区的家庭 是是是 哦 十年很长 很长 十年很长 但是感觉一晃眼就过了 是 那滔滔社走进这个学校里面大概几年的时间啊 哦我们就是滔滔社就一个学期 所以呃 这个学期才有的课程 对就是刚结束这学期 那这个学期以来有没有看到什么 让你们自己也觉得很有成就感的成果 主要是 其实呃 我们在讨论内容的时候 我们自己觉得很开心很期待 对 大人很想做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担心 这些青少年学气方刚 可能对于这样的 要坐在那边首座 我们不是很确定他们 诶诶我有点无法想像耶 一群臭男生 对这确实是一群臭男生 对 蛤 男生确实比较多 对就是戳戳戳戳戳戳一个人 因为确实羊毛沾他需要一些基础 那碍于上课结束真的不是那么多 因为我们要在四堂课里面戳完一条鱼 羊毛沾老师有跟我们讲说 其实真的不容易 所以他们能够每一节课都有每一节课的进度 一节比一节看起来更像鱼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进步 对对对 很棒耶 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每周五下午来自港口海洋的声音 嗨 听杜伦说什么 哈喽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来聊聊奇经国中的滔滔社 这是最在地在家门口的海洋教学 海洋教育 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啊 就是从这个社团课程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学生们都还没搞清楚 你们是来干嘛 其实我们创立这个社其实很快 很快的时间就形成 我们自己谈得很开心 包含滔滔社的社民的由来 社民的由来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谈笑间觉得说我们海边 然后弄一个社团 社团名应该又是给小朋友 国中生应该要很酷啊 但是讲完这个大家就是沉默 想不到 距离太远了 还是还好我们家府的督导 他可能就是天马行空开始想 海浪滔滔啊什么 然后我们想说不然滔滔社 然后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可以 不过滔滔社我们自己后来觉得他 加上我们的期待希望像海浪滔滔 现在有点就是像海浪这样一直往海边打 然后一次两次三次一直来 所以我们也就是我们跟中央这边 跟家府这边都有一个希望说 虽然这是第一学期创立了 我们希望他可以持续下去 一直开一直开 那另外一部分也是期待是说 可以这个社团设立可以带给学生 他们有那个海洋永续的概念 包括不只是海洋永续 包括在地的文化或是产业都能够永续 是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地球上的资源 一天一天都在减少 所以如果都能够有永续的概念 尤其是在未来孩子们的身上 一定是最重要的 但还记得你们第一天走进教室 跟大家介绍这个滔滔滔滔滔社的社课的时候 孩子们给你们什么样的回馈吗 一脸莫名 好像有点 因为那时候是讲了蛮多我们的理念或是想法 我中生哪会理念 对 然后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可能就什么啊 我不知道 对会搞不太清楚 到底滔滔社在做什么 然后这个名字又没有那么直接对应 比如说什么羊毛战社就知道他是做羊毛战 滔滔社就好像不太知道 他里面在干嘛 你们走进了一个教室 所以他是整个年级都集合起来一起上这一堂课吗 他一个年级只有一班吗 没有 他就是对一二年级招生 是 国三就没有在 国三就没有办法上社团课 他们要升学 他们要念书 那社团只否一二年级 那其实他们是透过一个 他们刚好这学期有改变一个方式 就是学生他们 他们抽签只抽他们的抽签序 顺序 比如说全部有两百个学生 他们 他有可能一号有可能两百号 然后他只决定他们 选社团的顺序 所以那天 十或者是十一个社团一字排开 让孩子选我们 我们也很紧张啊 你们要翻台耶 我们很怕 其实是最后几个选进来的这样 不得不选 不过还好还好 就是过了大概一百号之后 陆续就进来了 是是是 你们有收满吗 收到就是 有我们有收满 那很棒啊 对社团是一个肯定 一定会收满 因为其实学校 他就是让每个学生都要有社团参与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满的前后 先后而已啦 只是最后满会很尴尬 所以在奇经国中里面有类似像你们 家福有其他的社团吗 家福 你说我们家福还有 除了套道社还有其他 没有 就是一个 我们目前的能量 讓孩子提升一些興趣性 或是一些興趣培養的這部分 嗯嗯嗯嗯嗯 校長感覺好用心喔 對 對 是 那滔滔社這樣 目前在奇經國中看起來好像是成功的 那孟州有興趣拓展到其他學校去嗎? 哈哈哈哈 這個部分其實牽涉到我們 學校計社區那樣計畫的未來 未來發展 啊我們我們督導他確實有這個期期待 比如說因為奇經國中隔壁就是大善國小 是 然後我們也一直在做評估啦 哦 但是還是要考量到說 因為我們我們家福的社工 他其實不單只有社區工作 或是做做學校計社區那樣方案的工作內容 我們每個社工員其實身上都還有個案工作 嗯 就是我前面有提到說 我們其實進到奇經 每一個社工員還是會負責我們在地 奇經地區的弱勢家庭 是 的一些個案工作的工作量 嗯嗯嗯 啊所以 嗯 拓展不拓展其實都都會是個考量 因為我們其實有看到 而且其實奇經國中他也 自己有點像是母雞帶小雞也會帶著其實其他幾個 學校 學校 去想辦法把 奇經的國小生留在奇經國中 所以有看到需求 那我們會再進行評估這樣 我想這個滔滔社 因為你們也不斷有很多社區的活動發表成果 這一次這個露天電影院旁邊就是你們的發 有點像懲罰 有點像 對 哇國中就有懲罰 對所以一定越來越多的學校會會羨慕 嗯 對那剛剛提到說有 呃你們也有負責很多的個案 所以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奇經這個地方呃 真的有因為地勢或者是地處偏遠的關係 那讓弱勢的家庭數量是相對比較多的嗎 欸其實奇經他嗯 我們我們服務處其實也有成立那個 奇經區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 是 在106年的時候 嗯 那會成立這個據點主要是因為 而且這個據點的工作目前也蠻被那個 政府移民署他們重視 嗯嗯嗯嗯嗯嗯 或者我們當初而且我們在提供服務 就是10年多前在提供服務的時候 好像我們辦理一些針對小孩子或者是親子的活動 他们比较无法到市区去 所以确实有因为交通的不便 造成说他们其实到市区的医院不高 可能心态上面也会有一点差异 包括说像一直还是有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医疗 也会是个问题 迄今不是有医院吗 有但是就是他的一些 过去有听我们的有接触的家长 他们也会在说比如说急诊的部分 包括说比如说你在路上发生一些意外 然后虽然救护车会来 但是很多其实都是往市去送 或是紧急做一个处理 还是要往市去送 比如说临近的小港医院 所以他在医疗资源上面也是比较 比较辛苦的 对于在地的居民来讲 对那我知道医疗资源一直以来 都是迄今在地也很想要持续争取的 对那可能的确有因为交通的关系 他们也有一些资源是相对比较匮乏的 对所以还好至少在迄今国中这一块 在海洋教育这一块 有你们有中山大学有家福基金会这样子一起撑起了 他们的海洋教育 开始努力 对下学期还会有吧 还会有 好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我们希望 就海洋教育来说 你们自己其实在备课的过程中 也是给自己上了一趟海洋教育啊 当然 是 之前有接触过类似 在你进入滔滔社之前 比较片段啊 因为还是会 因为现在也蛮重视 特别是最近有相关的广告啦 也会有一些讯息的传达 是是对 好 我相信再来可能隔壁的国中小 国小 会开始陆续找上你们 那你们有在接一些case吗 例如说今天这样子的社团 这样子的公司行好 想要办一场海洋教育 是可以找你们的吗 目前没有接过其他 没有接过 但说不定我们节目出去以后 大家会想要询问吗 因为有不同的主题啊 对 就是有海费的啊 然后也有大雨期文化的部分 对这个中山大学真的是专业的 对 然后海洋永续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可以去讲这样 对 身处在海洋第一线的岛屿 对 能够在骑津然后参与到这样的海洋教育 真的是很特别的经验啦 好 今天非常谢谢孟舟跟湘芸来跟我们介绍了 这个骑津的滔滔社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